预算十多万 有什么家用车推荐呢 这是我们众多留言当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了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款车型 恰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它就是长安瑞城PLUS 瑞城PLUS作为一款面对家用市场的轿车来说 在价格以及尺寸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咱们今天就来实际体验体验 看看这款车型在面对家用的时候都有哪些亮点 外观设计上瑞城PLUS的造型时尚动感 车头采用的过程式的LD前卫灯很独特 那同时官方称之为参数化渐变的格扇 也给车头带来更强的加速特点 在车身尺寸方面 瑞城PLUS的车长达到了4800毫米 轴距是2770毫米 这样的尺寸让它比大多数进动型轿车更大一些 也让它接近很多中型轿车了 来到车尾 官方称之为天际霞光的尾灯 与LD前卫灯相呼应 同时电量之后也很有独特性以及辨识度 咱说实用的 关于后备箱方面 像瑞城PLUS它的后备箱 除了可以通过外面这个按键开启之外 还支持感应开启功能 日常使用变连性有保障 那内部空间方面呢 它的乘户容积有520升 给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啊 过年过年拉东西啊 那都是非常轻松的 只不过它的后排座椅靠背呢 不支持放倒 扩展性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那具体表现如何呢 我们也通过放几个行李箱实际展示一下 行吗 关于外观后备箱咱就聊这么多 接下来去车内看一看 来到车内 像青春已经一表 加12.3寸的中央触控屏 这个组合给车内带来更多的科技感 同时这也是标配 另外它使用了电子换弹杆 日常使用起来更加的轻松 方便 那车机方面 它使用的是飞跃2.5升态系统 同时这块屏幕的使用流畅度 以及清晰度也都是非常好的 那功能方面啊 包括像咱们日常使用的什么在线导航啊 运用控制啊 车联网啊 以及手机远程控制 就这些配置都是全系标配 实用性有保障 那车机好不好用呢 咱们也模拟日常驾驶 看看它整体表现如何 包括识别率怎么样 你好小安 主人我来了 导航到置信录10号 第一个 把空调调到22度 把天窗打开 配置方面 像倒车影像 并速巡航 无要是启动 无要是进入 这都是标配 就算咱们选择入门版车型 实用性也是不错的 你像热身plus还提供了一个50瓦的手机无眼充电 50瓦对于无线充电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功率了 所以只要你手机支持到这个功率的话 充电线就不用带了 当然它自身还带散热系统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手机过热的问题 那才实际试一试啊 你让我这个手机最大无线充电支持到30瓦 所以充电线对于我这手机来说就不用带了 完全没问题 好了咱们说完了配置 说点乘坐 先说乘坐空间表现 我身高180 我把座椅调到最低的位置上了 没问题 这是我的 驾车位置啊 整个头部空间表现在同级杯当中 属于是一个主流水准 关于这个座椅可以多说一说 官方称之为一体式临压杆座椅 这个座椅感受还是挺舒服的 对于室内的贴合度 做的都挺好的 另外就这材料啊 它叫这个超纤材料 就是摸上去手感挺细腻的 情况关于前排 咱就聊这么多 到后排再看看 咱到后排 先看乘坐空间表现 前面是我的驾车位置 身高180 腿部空间呢 基本上一拳四指是没问题的 头部空间也算是比较宽裕的 所以对于价位说 这个空间表现能够让人满意 那同时这个座椅舒适性 比前排要更柔软一些 感受还是挺好的 另外就是配置了 对吧 你像装扶手啊 厨房口 USB接口还是个Type-C的 所以整体表现 也算照顾到了家用的乘坐舒适性 以及日常使用的功能性 真的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家用车 那关于静态 咱聊差不多了 接下来说说动态表现 作为家用车 看起来怎么样呢 聊一聊 好了 咱们接下来说说动态部分啊 对于动力部分呢 大家很熟悉了 蓝经系列的那个新一代N系列发动机 一代五体放上机坐大功率188马力 坐大扭矩呢 300牛米 就这样的动力参数啊 放在同类型放上机当中 那都是比较强的水准了 没毛病 当然日常驾驶感觉动力输出也是挺充沛的 像咱们在城市提个速 高速超火车都是非常轻松的 另外这台放机是可以烧92号起油的 不仅适用的场合更多啊 同时也降低了咱们好奇的一个费用 它撇拌了一台7速式双离合变动箱 日常换档平衡性不错 包括我们这个也面对走走停停的路况 城市路况 只要感受换档没有这种顿错的感觉 很舒服 同时变动箱对于这个驾驶员的力图 可以做到正确的理解 比如身材油门马上降档 驾驶模式方面 它提供了经济常规以及运动三种模式 经济模式呢 就相对来说让车辆油门踏板感觉比较庸朗 注重燃油经济性吗 其实城市驾驶 常规模式足以应对90%的情况了 动力享用会更快一些 那个整个底盘悬架方面 它采用的是前麦弗逊 后头两杆的一个结构 这种结构布局在目前同级别 同价格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种结构也是明显是更加注重于舒适性的调教 当然实际表现也确实是一样的 悬架它可以很好的化解路面大部分稀碎颠簸 遇到比较大的起伏 整个车身和底盘整体感也是不错的 能够保证很好的舒适性 噪音方面 放入机风噪控制的不错 开噪会有一些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颗粒比较大的柏油路面的话 这种胎噪会明显一些 我觉得如果后期升级四条轮胎的话 这个胎噪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另外就是我们试下这个车呢 是高配版本啊 它还配备了这个ARHUD台头显示 这个功能相当于是在我们前方 7.5米这个位置 放了一个52英寸的透明显示屏 因为它才都显示信息很丰富 像车速信息啊导航信息啊 包括续航里程时间都有 另外当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如果前方出现行人的话 它还出现一个大大的探号 做出提示 所以整体感受 这个ARHUD台显示功能还是相当全面的 情报关于瑞胜Plus的动态 咱就聊这么多 老规矩啊 咱们还是停车总结一下 好了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啊 我觉得瑞胜Plus是一款 各方面表现都很均衡的车型 外观设计能带来不错的新颜感 同时内饰方面达到了 同级别同价位的主流表现 车级功能丰富 乘坐空间宽敞 作为家用车的话 它动力屏股度做得很好 无论你驾驶还是乘坐 都能带来不错的舒适性 所以预算十多万 想选那一款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 家用轿车的话 瑞胜Plus值得考虑一下 请吧 咱们今天关于这款车型就聊这么多 还想关注哪些新穿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羊鹿 选择问题来找我